看前点赞号运不断 大家好我是龙哥哥 你们知道原神中的七神真实身份吗 在原神的游戏中巴巴托斯说过 七神有神之心已经成神 拥有神之眼的人都有机会成神 但是他们还没有成神 他们就是原神 而七神的由来可能是参考了所罗门72柱魔神 所罗门72柱魔神是神秘学书籍所罗门之药的第一部分 乌记中所记载的72位恶魔 他们拥有各自的职位 比如统领公爵侯爵伯爵等等 管理团队和本身的封印即是柱 据说他们可以被人召唤 72柱魔神的主人是地狱七军王之一的大魔王贝利尔 他与所罗门王签订契约将72柱魔神介于所罗门王 并在起死后获得他的灵魂 72柱魔神分为12个级别 分别是帝王大公格辽将军王公爵头爵伯爵 总统贵公子恶魔死魔 而原神游戏中的分神巴巴托斯对应的是72柱魔神中 第八位魔神巴巴托斯名字一模一样 这位魔神的形象是头戴绿帽身披抖盆的射手形象 所以又传说在太阳运行到射手座时 他会和其他四位伟大的地狱之王一起出现在世间 巴巴托斯的特殊能力是赋予召唤者通晓动物语言的能力 而原神对应的是72柱魔神中 第21位魔神莫拉格斯 他的形象是一个冷面的公牛 他的专长是天文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 他可以使能充慧 而且同样可以甄别药草与宝石 虽然原神中的七神并不是每一个名字都和72柱魔神一模一样 但是原型很有可能是来自72柱魔神